希伯來書 第一章 上帝在末世藉他兒子曉遇世人 上帝記在古時藉著眾先知 多慈多方的曉遇列祖 就在借末世藉著他兒子曉遇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託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他所承受的命 既比天使的命更尊貴 就遠超過天使 所有的天使 上帝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那一個說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再者 上帝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 就說 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 論到使者 又說 上帝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伯役 論到子卻說 上帝呀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你喜愛公義 恨惡罪惡 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 用喜樂由高利 勝過高利的同伴 天地都要滅沒 為主永遠長存 又說 主呀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做的 天地都要滅沒 你卻要長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變了 唯有你永不改變 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所有的天使 上帝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籌敵 作你的腳凳 天是 豈不是福翼的靈 奉猜顯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 效力摩 你會坐在一起 唯有一個那兩個動作 你會坐在我中心裡